2015年梅塞德斯奔驰明日之星青少年网球训练营 23日在云南省安宁市拉开帷幕 来自云南及周边地区的40名12岁以下青少年网球选手 齐聚于此,开始为期5天的封闭式训练 此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和北京比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据举办方介绍,训练营针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 进行由针对性的一对一指导 提高每一位小朋友的网球水平 室外网球场地一般分为草地球场、红土球场、硬地球场和地毯球场 此次训练选择的是难度系数较高的红土球场 而红土正是云南独特的自然资源 参加此轮训练的小朋友主要来自云、贵、川地区 都是有一定网球基础的孩子 据介绍,明日之星青少年网球训练营项目 旨在发掘有网球天赋和潜力的小将 为奥运会储备优秀的网球人才 并推广和发扬网球文化 截至2014年底 该项目已使大陆27,000人从中受益 本年度明日之星青少年网球训练营安宁站结束后 还将在成都、苏州、泰安、郑州、沈阳、天津、广州等地进行 和发掘一号码